随着人们对手游需求不断 各大厂商也是纷纷开始做起了游戏手机 今天我们就来对比一下iQoo和小米黑砂手机2 外观重要吗 外观不重要 游戏手机的外观最重要的就是RGB 看iQoo背面那条隐藏是LED灯带 你3砂4砂5砂吃鸡都会闪闪发光 而黑砂2虽然不知道背后长什么样 但是黑砂1背面那个S星的RGB灯也是非常酷炫的 性能方面的两部手机都使用的是骁龙855 并且会同样搭配一个12G的DDR4的运行内存 虽然两部手机都是游戏手机 都对性能进行了优化 但是iQoo的跑分和小米9不相上下 而从黑砂黑漏的跑分水平来看 黑砂2应该要比iQoo和小米9高上不少 其实游戏手机最重要的还是游戏体验 iQoo有两个侧边按键 这个就像手边的LR键一样 可以直接设置成开火和射击按键 配合4D震感不仅会带来身临其境的游戏体验 还会让你从双指小菜机变身四指大神 而黑砂2这次设置了主机模式和掌机模式 应该可以如同任天堂的Switch一样 既可以拿在手上玩 又可以插在显示器或者电脑上 不过两部手机谁强势弱 还是要看实际上手后的体验 关注我 你将第一时间获得两部手机的对比评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